8月29日中午 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防岗代表团抵达香港 开始为期三天的防岗交流活动 此次防岗代表团由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担任团长 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65名运动员 8名教练和领队 其中金牌获得者59名 还有6名优秀运动员 含金量满满 搭载着内地奥运健儿的专机 如同一只满载荣誉的金缝 缓缓降落在香港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飞机刚一停稳 舱门便在全场万众瞩目中打开了 舱门口首先出现的是大满贯得主全红船的身影 它一如既往的挺拔 从容 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 机场早已成了热情的海洋 香港各界代表和无数市民 早已将这里为的水泄不通 香港特区政府为这次欢迎议事 可谓倾尽心力 不仅布置了一个充满浓郁港式风情的迎接场面 还精心准备了象征着胜利与荣誉的大花环 全红船的出现 瞬间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热情 仿佛他的一步步走下闲踢的脚步声 都在为这座城市注入无限的活力与喜悦 代表们手捧这些饱含敬意的大花环 早早就站在了闲梯旁 等待着为每一位建儿戴上 这些花环不仅仅是装饰品 更是对奥运建儿们为国争光的最大褒奖与致敬 他带领着一众奥运建儿依次走下飞机 宛如一道道耀眼的金光 照亮了整个机场的跑道 当建儿们脚踏实地走下飞机的那一刻 代表们郑重地将这些花环一一戴在他们的脖子上 仿佛每一片花瓣都在用无声的语言 诉说着对他们的由衷敬佩 在街机区 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们更是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骄傲 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曲旗 向这些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欢呼声此起彼伏 像一阵阵热浪拍打着机场的每一个角落 老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眼前看到的不是一群年轻的运动员 而是一代代中国人追求卓越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国跳水队坐在同一桌 大家一起干杯喝饮料 全红蝉将手机放在圆桌转盘上拍摄视频 跳水队的每一位成员看起来都很会玩 整个机场此刻都沉浸在一片难以言表的欢乐与感动中 每一丝空气都在传递着这一荣耀时刻的美好与激动 这不仅仅是奥运金儿们的光辉时刻 更是属于全体华人的共同荣耀 蝉宝在镜头下非常活跃 摆出了各种造型非常可爱 当车队缓缓驶入酒店 车门打开的那一刻 酒店内的热烈场景更是达到了高潮 一时间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 充斥着奥运金儿们走进酒店的视频和照片 在欢迎宴会上 李家超和霍启刚都和全红蝉热聊 蝉宝在宴会上玩自拍 师姐陈奕文来了个偷亲蝉宝 跳水队的氛围非常好 全红蝉和陈奕文这对姐妹花搞事情了 这次两人一起开心自拍 本来是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 没想到 陈奕文突然给了全红蝉一个突袭 轻轻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 走进酒店大厅 那场景宛如一幅热烈而动人的画卷 通道两边 早已被人群挤得满满当当 酒店的工作人员们 身着整齐的制服 面带微笑 全红蝉瞬间表情管理失控 眼睛瞪得像同龄 手忙脚乱地捂住了自己的脸 满脸写着这是什么情况 谁知道呢 也许这正是他们团队默契的一部分 不管怎样 这次小插曲 可算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甚至可能成为队员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的惊讶表情 真是又可爱又有趣 不过呢 现场的其他跳水队队员们似乎对这一幕毫无反应 继续个忙个的 看样子 他们对这种亲密互动早就见怪不怪了 看来 跳水队内部这种小打小闹已经成为日常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奥运家们入住的酒店大堂 一场充满温馨与敬意的场景悄然展开 这一幕不仅让人眼前一亮 更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现年95岁的超级大佬 他简直就是岁月的奇迹 智慧的象征 从人群中缓步走出 从历史的画卷中走来的传奇人物 亲自迎接刚刚抵达的奥运家们 这位年鱼九旬的传奇人物 无论是身姿还是气度 丝毫不逊色于当年 他那宝经风霜 却依旧光彩照人的面庞上 写满了岁月的故事和历练出的睿智 毕竟 谁能想到年纪轻轻的他 竟然会得到如此惊天动地的宠爱 脚下的每一寸地面 都在诉说着他曾走过的辉煌岁月 当他逐一走向那些青春洋溢的运动员们时 每一次目光的交汇 都好似在传递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中 跨越时空的鼓舞与激励 大佬的手伸出 运动员们也纷纷回忆紧握 那瞬间 仿佛电光火时 心与心的距离在此刻变得异常接近 这些年轻的健儿们 无意被这份来自前辈的关怀与支持所打动 对于这些即将在赛场上拼搏的年轻人来说 这位95岁的大佬 所象征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标杆 更是他们前行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敬意与感激 有的眼角甚至闪烁起了晶莹的泪光 这一卧不仅仅是两代人手与手的接触 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们知道 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老人 曾经见证并参与了无数历史性的时刻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 这位老爷爷的身份 后来也被大家所知晓 他就是95岁的知名企业家 吕志和先生 吕志和先生眼中闪烁着欣慰与赞赏 那是对年轻一代运动员们 拼搏精神的认可与赞美 他的心情显然非常好 不时地向两旁的观众挥手致意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挨个与到岗的奥运舰握手 给大家加油打气 就在这时 一位女服务员朝着全红蝉走来 轻声说 全红蝉请跟我来 她有些茫然 全红蝉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顺从地跟着服务员走出了大厅 一路上 她的心里充满了疑问 这到底是要带她去哪里 有什么事情吗 几分钟后 服务员将她带到了一间 位于酒店深处的房间门口 门缓缓打开 房间里明亮温暖的灯光洒了出来 当全红蝉跨进房间的那一刻 她感到心跳仿佛漏了一拍 眼前的景象让她不由地屏住了呼吸 站在房间中央的 正是刚刚在大厅里见到的吕志和 在2024年的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上 吕志和先生依然稳居前列 排名第七位 她的财富传奇 不仅仅在于她的商业成就 更在于她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 和对于慈善事业的热爱 这位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 真正的尊重和热爱 是需要用行动去践行的 他体现在我们对他人的每一次帮助 对社会的每一次贡献中 平时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没想到他居然在这里专门等着他 然而 这还不是全部的惊喜 全红缠的目光向房间里一扫 竟然看到了两个 同样让她熟悉且敬佩的人物 奥运跳水冠军陈若霖 和香港名门之后霍起山 他们站在一旁 一对从童话里走出来的王子与公主 闪耀地让人挪不开眼睛 脸上挂着温暖而鼓励的微笑 好像在向她传达一种别紧张 有好事发生的讯息 房间里的气氛既温馨 又带着一丝神秘感 全红缠的心跳不禁加快了几分 就在全红缠还在揣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 吕之河微微一笑 随即转过身来 朝着身边的一名助手 轻轻点了点头 只见那名助手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薄薄的纸地了过来 全红缠的视线不由地被吸引了过去 他瞪大了眼睛仔细一看 这是一张来自香港渣打银行的支票 而上面所写的金额 简直让他目瞪口呆 一亿元 全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愣在原地 脑袋里一片空白 这个数字太过于巨大 以至于他一时之间无法理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吕之河已经开始讲话了 他的声音低沉而稳重 虽然话语不多 但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力量 然而 全红缠的脑子里仿佛塞满了棉花 他完全没听清楚 吕之河到底说了什么 只感觉整个人都被眼前的 突如其来的变化给震撼住了 奥运建尔房港 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这场盛宴中 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们的拼搏精神 和爱国情怀 也感受到了社会各界 对于体育事业的支持和热爱 就在那一刻 全红缠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 涌上心头 原本他以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晚间 没想到 人生却在一瞬间 给了他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 他下意识地转头看 向陈若林和霍启山 试图从他们的表情中找到答案 两人依然微笑着 眼神里透着理解和鼓励 在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尽管安心接受 争 接下来 他们的举动 更是再度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霍启山和陈若林携手 为全红缠送上了一份 更加神秘而贵重的礼物 这对名流抗力 究竟要送出怎样的重磅大礼 果不其然 这份礼物一揭晓 瞬间在整个香港 引发了滔天巨浪 他深知 教育是国家的未来 和民族的希望 因此他不断捐资 新建学校 资助贫困学生 努力为孩子们 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他的善举 不仅改变了无数学子的命运 更让他们感受到了 社会的温暖和希望 陈若林与霍启山 这对爱意满满的 陈霍爱吕 真是甜到酷人 羡煞旁人 各过程如同一场美梦般 不可思议 又真实地让他 想要永远铭记 谁能想到 凭借着他的记忆和人缘 轻而易举地收获了这些 让人目瞪口呆的 天降横财 他的行为 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标杆 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楷模 他用自己的一生 向我们展示了 何为真正的尊重和热爱 这种尊重 不只是对他人的尊重 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霍启山和陈若林 这对金童玉女的组合 更是再次向世人展示了 什么叫做富贵不张扬 大方不失礼 全红禅 毫无疑问 正是这样一个 被命运眷顾的信任 生活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 送来一份如此贵重又温暖的礼物 网络上立刻被各种留言刷屏 网友们纷纷调侃 全媚真是人见人爱 连香港的顶级名流 都对他如此宠爱 那张高达一元的支票 和霍启山、陈若林 携手送出的神秘礼物 它们不仅象征着物质上的富足 更象征着一份 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荣耀与认可 意识到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意外与惊喜 对他个人魅力的极高赞赏 在全红禅轻松自如地 跳下那经验全场的高台时 命运之神早已将好运与福气 铺展在他的人生之路上 看着他接连收到如此重磅的礼物 谁又能不为他感到 由衷的高兴与嫉妒呢 当一个人的才华与人品 都达到顶峰时 幸运与机遇也会如潮水般涌来 对于他来说 或许这一刻有些不真实 但正如所有观众一样 他也将这一份份厚礼和祝福 是做对自己努力与付出的最好回报 他更是将自己不禁为他们的慷慨 每一个努力与汗水 在这个星光熠熠的夜晚 全红禅不仅收获了巨额财富 与难以言喻的荣誉 这些礼物背后蕴含的情意与尊重 是对全红禅晚宴结束后 等待命运的安排 而是要我们在面对龙队和大头准备出门 无可挑剔的技术 和他身上那种纯净美好的品质的最高褒奖 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回报 霍启山调侃的那样 结果被拦了下来 没成行这一幕幕温馨而又感人的瞬间 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自己的梦想时不应过于执着于结果 他的行为不仅展现了他的谦逊和尊重 更表达了他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和支持 这才是与深情 而并非是让我们消极的动容 这位年轻的奥运冠军主角光环加持 用他更加 想不红的实力与魅力光辉灿烂 正如的一段的新高峰 此幻般地向了人生网友们 而是要学会享受过程中的成长与收获 赢得了开心 一笔推时 贵见证无数人的心 平和的心态 当我们努力追求和陈若霖这访中说 这可得最珍缠个人的对爱侣感辉 美好对 都无私馈赠 还有啊 他还无场七笔声说过 我不行的时候你们不理我 我刚拿了金牌就给我发消息 估计都难啊 如果我们成功了 那是我们努力的回报 如果失败了 也是所得相当从容的姿态 面对完命里 嗨皮 是没中虚有 吃命有实力有他来说 是全红不仅是放弃努力 也不能因会走保无生活的挑战 书写数位努力 而忽视于石墨抢求 人生中得势增在观的道路上 我们既是能认知回忆 整一幕各共同看经 都在人生添了戒多尾 猪样子 再信命运 左 得得与失实 保持移命运自己的未来 得全世的眼农存在 只有人的也为这 抗争在常安排 又要为燕在等 可以决定良己的出身 但我们新庸报那者之间 重保无气馁 因法个顾门司 想日子置在这个过一 昨天的粉去成中许 消 已经收运贵的邂逅 定他仿佛们遮得不公 我我们仲彩们 不找点自命能因的 被搁置动力 也不必找要尊重心的坚守 让内伙也正是这的枷锁束缚 无法伸展 去护克索黄石刻 都注墨 现那些彩分艰难 让成要学而香港 甚至命工的那一级如焚 却只能有迎来结果 运带中持教训 让他我的齿轮们永续燃烧 不绝带虽难 但定些你渴望之沸腾 所有相挽着耐此到平衡 我们才能以望 终更会转动 等加命运挤得精的面目等待 这种无道一刻 会宝能飞踩人生 夜学会自为他吞克那时 你将种更加的为力 被精带心艳 发河中中的一个余世 你开马上就和茁壮恶魔 总在使教你能拨会耳边的人 去成长 时的的两只小孟风 往怀这颗种气带霜 挤得会让我挡雨 但战士首相真的否教 友谊 怀疑了绿和人生们不可种子 剩下精益的就交给尖中上风 往你急躁世子发芽 让嫩躁的情神奇让种序 忍不营照世子不个梦想实想 等会无信 嘛 璀璨看着夺目 感为也获动静 怎他们目标 你们还努力会献然而 绿和几种子 就像会忍结果 这看住时不到淡门 失苗成长 当你那一颗失智的调和者 他能在我先开人发芽 这种会生否随行 始生那颗发芽 怀疑叠的剥叠成效 子我中并不不休 还没去依偎春天的耐心 甚你有迫不得你看 怎么吐 看自重的刻 那绝在你心灵 情像庞莫序 亦有没几理 冒出肯结果 许诗耐时间吧 时间是个一去无确 呵护 无比欣慰 那得需要我心情 就给时间 你带衣们 有足于求成 就像魔感是最好的 到这形式 感如间 真的去查看 慎力淋下种子 就困多人悉心否看 有秋天 崇重感觉逢 满如同老购皆有时 这的那代每一步 都是新和彭新的美好 而见证者 他会在最恰当不去等 都不及收 东要急 万物至开天不嫩绿时 你会他清晨所有的明白 人生看一镜 被自睿智信老放下 把造暂时信任交朋友那数 的些交着事 温馨 与我暖与欣喜 我无忠于 许多话真是事 都聚藏 我们重料它 浇水自闷出和等待 而挤的时刻 用风会发现 十提胡说的果实 回应你的中的在某施肥 活中个段是 急一味道你灌顶 人生复那时 你会常说的闷的 反要学会是 不风享受率和集美收季节 土意值得的 各街鉴定把交